五穷月的迷思可否打破呢? 我自己覺得今年 我的看法未必太淡 其實過去幾個星期 和你做都說過 我自己的看法上不是太淡 即是當時的事情 是很雜幅去上落也好 所以我自己對五穷月的說法 今年就未必太過擔心 即是說真的 如果要窮 其實四月也算多窮 所以都提早窮先的時間 一來不是太過擔心這件事 而來其實上兩個星期都說 當時雖然指數沒有突破 還未動 但是你看到很多不同的板塊 起碼都是忍著去追逐 去輪著炒 其實以這個整體來說 炒股不炒市 當然炒股又炒市更加好 但是炒股不炒市 起碼都是有些板塊 有些股份動 不像上兩個月這樣 其實什麼都下跌的話 其實明顯地是站定了很多 而且始終都相對性 即是你無論指數 或者是很多股份來說 股值過去這兩個月的調整之後 其實都去一些比較合理的水平 所以我覺得只要不是說 醉山有什麼新的負面因素出來 而令到再有一個下調的空間 我覺得不需要看太悲觀 還有你拉雲剛剛過去 差不多叫完完第一季業績 其實大部分來說 出了之後 也都沒有那麼快看到很多行 那些有什麼大的下調動作 股值那邊 所以我覺得對股市方面 對行指方面 未算是一個太淡的影響 但是當然你說 就算不窮 但是是不是大升呢 我正如過去那幾個星期說 也好 我覺得就算是一個突破 暫時看的目標 也要求近三萬點線 現在還是繼續這樣看 甚至乎 雖然說昨天升穿了五十天線 但如你所說 始終都沒有一些北水 或者成交 其實都是在千億左右 其實是比較低的 所以這些突破 就未能夠做準度 那如果你說 起碼多連續幾天 要站穿了一條五十天線的 那我才慢慢 真的在五月初至五月中這邊 看看有沒有機會 暫時發上三萬關的水平 這邊的零件 慢慢看 零件 在八十五年 在八十五年 我不是有螞蟆嗎 我不是有震蒙嗎 還是要震蒙嗎 我們進去